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午安台北股市今天下跌205点 成交量暴冲到2900多亿 不过今天不太准啊 因为今天最重要的是固实指数的调整 所以尾盘爆了一个大量 尤其各大的全职股 像联花科、台积电、联电这些都爆了大量 不过整体来讲外资今天卖了157亿 整体来讲的话还算还可以 因为美国像昨天晚上真的是暴跌 跌了3%、4%左右 会半跌了4% 那我们今天外资只卖157亿 所以外资目前对台股来讲还是相当中性看待了 那下个礼拜外资我想很多的外资慢慢都会开始休假了 陈家长应该会慢慢缩 所以这里在半年线未跌破之前 还是一个整档整理的格局啦 你说这里马上往下大跌来讲 目前看的话机会不会太大 但是你在操作上要多空都要能够留意了啦 有些个股来讲都已经走空了 那你在操作上来讲的话 你除了说看到现行转好去买的话 也很倒霉像今天的观光股 那我们就今天的盘式马上为同学们做解析 好我们看一下今天的大盘 跌了200 刚才回到这 205点存在量2982亿 算报了一个非常大量 那外资呢 这里卖了157亿 自营商今天又卖了64亿 卖了64亿 那整体来讲我们先看一下今天的大盘 今天大盘来讲的话 其实留了一个下影线 留了快四五十点的下影线 那原则上呢 还是在于整个半年线之上 半年线之上 原则上呢 这边来讲呢 这边又来到这边的颈线的位置 但是我说这一波来讲 半年线只要能够守住的话 那大盘还是在 农历年前 还是一个震荡整理的格局 那整个个股来讲就轮动嘛 昨天跟各位报告了 这边也报告了 当然美国股市来讲 还是要留意一下 我们看一下美国股市 我们看一下 道琼工业指数的部分 道琼昨天大跌 你看道琼来讲的话 其实这个是他的连线的位置 连线的位置 目前连线来讲的话 只差三四百点而已 道琼要特别留意一下 因为这边来讲 颈线的位置已经破了 我之前 这个礼拜一 礼拜二跟各位报告了 道琼绝对不能破连线 因为破连线的话 会不会变成这一波的大跌 非常的可怕 因为道琼这一波算是最强的 那如果道琼真的跌下来的话 你看以费引内纳指来讲 其实已经跌破所有均线了 就现行上来看的话 他是相对弱势的 相对弱势的 那标普来讲 在昨天的跌 也把半年线跌破了 也把半年线跌破了 所以我们台北股市今天 虽然跌200点 我早上的盘前交易点跟各位报 今天大概就跌200点 已经都是合理的 当然最重要的原因是 外资只卖了157亿 今天如果说外资给你标个300亿 卖出来的话 那投资本今天至少跌到300点以上了 跌到300点以上 那你看那个费半来讲 你看高档到 这一波来讲 以费半来讲已经快接近连线的位置 但是呢 你看这边一二三 连三捏下来 又来到半年线的位置 所以这里来讲 整体来讲 当然你说最重要的是 盗雄比较破连线 那整个费半 你大概这边还是看区间整理 这些区间整理的机会还有 我觉得以目前看的话 我觉得还是有一点 所以说以整个来讲的话 当然你今天来讲的话 是美国的事务日 是美国的事务日 所以今天来讲会不会怎么样 不知道 每次事务日来讲的话 没记的最后一天 就是他们的四大 什么期货 股票的请求全 什么一大堆 这个就是要全部要交割 他们没记一次 所以今天来讲震荡 就会非常大 非常大 好那我们看一下 这个投资本你一定要记起来 这是在明年来讲的话 整个总金的定调 就在这里 就是货币政策的定调 你一定要把这一张记起来 大概来讲的话 会升到5.25 本来是大家看到5 本来是到4.75 又到5 又到5.25 现在的共识 已经拉到了5.25了 而且呢 2024年才会降息 所以你去看 它这边是怎么看呢 在这边来讲 市场认为 联准会最终会在 明年的第四季 因衰退而降息 两码 因衰退而降息 两码 那如果说这样子的话 因衰退才降息 那股市已经先跌嘛 对不对 一定先跌嘛 我们来看这一张 来看这一张 来看这一张 这很清楚 这是 美国几时明年的经济成长率 已经估到只剩下0.5而已 年成长率 我们讲年成长率 就明年来讲 从1.3修正到0.5 那这个来讲 如果说以季来讲的话 大概会从0.5 0.4 0.1会到户的0.2 会到户的0.2 所以你可以看得很清楚 从明年的美国第一季来讲的话 还可以从0.2 第四季大概是只有0.2 第四季大概还没公布 那0.5 0.4 0.1都在往下摔 那如果说 以股市来讲的话 在前领先 如果说这个0.2是最低点 我们假设 不是说0.2在明年的第一季来 还在往下摔 我们现在以个假设的立场来讲 假设这个是最低点的话 那低点来讲 股市应该会在这里才对 会在这里才对 会在这里才对 那明年的股市 我说在明年回到1万2的几率 是大概有至少30% 我觉得会有30% 从第一个我们来看这一张 我们来看这一张 美国如果衰退的话 所以股市来讲 从这一波上去一定还会再衰 只是衰多少 我们看 接下来说会衰 大家之前 大家看嘛 第四季上去 第一季到第一季 可能会见个小高点 然后从第一季下半的时候 或是从开始第二季 第三季开始往下摔嘛 那摔到第二季 可能看见低点啊 那第三季开始往上走 目前大概啦 定调啦 明年的走势 大概是这样走啦 大概是这样走 所以如果说这样走的话 那这里当然是高点啦 所以说这里来讲 你要怎么操作 就是多空都要操作 但是你要做多 一定要很小心 一定要很小心 你现在最怕的 投资朋友 最怕是这种个股 然后我们看一下 最怕是什么个股 最怕像 273 273 你看这种股票 你觉得可不可怕 对不对 你看昨天哦 我们这一根今天不看 今天爆了四万多张量 今天不知道在干嘛 讲实在话 你看然后昨天你看这样子上涨 是不是很漂亮 哇涨这么多 对不对 但是你 你这里买都赚啦 其实他就你看 沿着这五十字线 再慢慢上去 算是走得蛮漂亮 走得蛮漂亮的 虽然没赚钱啊 赔了一塌糊涂 但是呢 他还是在 反正大家觉得解封了 大家都要出国了 但是呢 你看哦 他已经在线形突破以后 今天开高流上线以后 杀最低啊 杀最低啊 投资朋友 你今天如果看到这种线形去买的哦 你今天买的都赔钱 真的看技术面来长真的很漂亮啊 对不对 啊突破啊 刚突破而已啊 但是你没有想过他已经涨这里了 对不对 人家已经慢慢买 慢慢买 买在这里 那时候没量啊 对不对 那时候都没量啊 你看都没量 人家就慢慢接慢慢接 然后做量 然后今天就全部都倒给你 所以你要看你 如果说买股票 你要看那个位界在哪边啊 老师75块涨到100块不多啊 拜托 现在也涨了 股市真的不好做哦 投资朋友 你一定要认知这一点哦 他从这里到这里已经涨很多了哦 所以我说涨多了股票 不要去看那种技术面 看得不错来讲的话就去买 你看很多的个股大概就这样子啦 你看这一只 其实他的基本面大家是看不错的哦 但是你看今天这样一直这样往下跌 突然你说这里来讲啊 你看昨天收都在所有均线之上 好像要再破这个高点了 今天他突然就下跌 你说大盘跌他需要跌成这样子吗 其实东洋的基本面明年还看得不错耶 明天可以赚到3块8耶 今年3块每年3块8耶 肥比是不会太高的哦 但是这样走势来讲伤了多少人的心啊 法人还是推买进的没有错啊 但是你看技术面来讲 这个来讲好像都快高点的位置哦 也涨不多 但是股票可以这样杀给你看 哦 你看昨天强的丰态 你看 昨天你看 涨了67%或扩薪高了 有没有 你看你要想到他走走这一段 所以投资朋友你看 他今天来讲他又跌下来了 哦 又跌下来了 那5706 你看到没有 你说这种股票就 涨难听一点就完全抓在主力手上 他想涨就涨想跌就跌 对不对 你看这根的上影线这么强 修正了几天他今天还是给他过 你看昨天来讲他突破所有均线 你哪知道今天他会这么走 而且爆这么大的量不知道干嘛 我想说出货量嘛 这一定是出货量的嘛 一天都倒光光嘛 哇这么这么好到哦 真的太厉害了哦 所以说 投资朋友你要追这种真的高的 你一定要想说 大概他有什么基本面 大概怎么样 你自己要很清楚 我问你嘛 后面还明年赚多少钱吗 你说明年还是赔钱啊 赔钱是反正还是会涨啊 那我也没办法 你如果说这 股票这样看你也没办法 对不对 你如果这样做的没办法 我前两天我跟各位投资朋友讲说什么 对不对 我跟各位讲 来我们看一下 我们来 讲一些大盘哦 先讲 上 上礼拜跟各位投资朋友讲什么 讲ABF的啦 哦 讲ABF的 讲ABF的 哇 上礼拜 在这里吧 哇 星光 不对 讲ABF 对不对 我说跟各位讲讲ABF的 今天人家对ABF的看法 又有一个新的报道了 ABF的看法在哪边 我看一下 这里 这里 你看哦 这里说 三强力推进 这个工商十八的 是吧 这个 电晶体 小晶片 小晶片 这里来讲 上述呼应对ABF载板乘数 跟面积的需求提升了 对不对 但是呢 你看他最近期试况 传闻各大厂要求ABF降价杂音了 不排除有价格压力 我前两天不是跟你讲什么景硕啦 星星啊 现在反正是看中益的 对不对 你看今天跌哦 你看这些个股 你看哦 我们看一下哦 8046 8046 你看到没有 创了波弹的高点 今天你看跳功直接往下走 已经来到景线了 对不对 3037的星星 破半年线 3189的景硕 你看他早就破半年线 已经来到季线这个位置 本益比都很低哦 确实都很低 那现在为什么会跌 因为明年他的获利可能会被修正 因为目前的产业状况在大 价格喊杀的状况已经出来了 之前怎么ABF的不降价了 什么需求旺到2025年了 现在都没有了 所以这一波来讲 谈完以后 你看你没有在高连跑 我们是卖在135的 就紧说来讲 我一直都不敢动 但就看技术面上 他季线这里能不能止跌 这边一定会个止跌的啦 所以你要强短的话 当然这边季线可以注意一下 但是只止于强短了 只止于差 因为你看哦 这一波大盘在整理而已 也有跌啦 像1万1千亿跌到 先1万5千亿跌到 这样也跌得换六七百点了 但是这里来讲 他的相对来讲 走势来讲 是相对是真的是比较弱的 走势比较弱的 所以说这一波 我一个各位产业的时候 你一定要多空都能够做一些啦 但是量就不要太大 你做多的量不要太大 我们讲817的 你看天宇还是多头排列嘛 对不对 你看1762 今天来讲没有涨 我说你这两天敢买的话 你今天至少今天就走了 他股性是烂啦 对不对 真的股性是烂啦 但是你这几天你买他 也没赔到哪边去啦 讲难听一点 是不是 是没有赔到哪边去 至少他还是多头嘛 我说他本益比很低嘛 今天制妖股又起来了 又起来了 那如果说你要空 对不对 就空这种嘛 你看他是不是慢慢往下了 对不对 我们有做空有做多 来给你看一下 现在都要多空做 这是我们做空的 明年只估4块钱 我们矿了151的 没有赚多少钱啊 这个广宇 对48我们51块已经卖一次了 今天反正也是在高涨震荡嘛 我们卖一半了 所以你看多空都要做 你不要只做多 现在只多都是很危险的 只多都是很危险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大盘 我说大盘来讲的话 为什么说明年看12000的几率是高的 我们看一下 我们看一下 来 这是台股空投时的最低本益比 是到11到12倍 假设这一波的空投还没到底 对不对 现在我上次跟各位报告了嘛 以目前过去的经验值来讲 空投是还没到底的 你看这一张很清楚嘛 目前是在走这里啊 这一波嘛 他们是看还会再往下 还会看往下嘛 对不对 好 那底会底到哪边去 对我说12000的几率 12000的几率 我们来看一下这里 如果说11倍12倍 你也不讲的是11倍到12倍 过去的底部 这9倍是 短暂而已啦 是短暂而已 那明年呢 大家估他吧 获利是衰退20% 整体台股是20.9% 如果扩除台积电的话 明年哦 整体是衰到29.4% 29.4% 所以同学们你看一下 如果说回到11倍好了 好 回到11倍 那你看这里 你看这20 29 我觉得不要看他那么烂 29真的有够烂 因为他把台积电都加上去的 我们看20 如果说如果说明年的11倍的本益比是在111579 目前台北股 目前台北股是10年线的位置就看11000点 如果到12倍来讲是12631 对不对 好那重点来了 会不会回到11到12倍 对不对 那重点就回到刚刚我跟你报告那一张啊 明年美国来讲 如果拉到5.25%的话 哇很可怕 5.25% 维持2023年啊 然后每个月资金再少950亿 所以就资金这一块来讲对股市是完全是没帮助的啊 对不对 你完全是没帮助的啊 股市来讲的话呢 本益比会高是因为资金动能嘛 那你从零已经拉到了5.25了 而且他不会降 那我请问你 你本益比能够拉多高 能够拉多高 不太可能啦 所以你看到台北股市以目前来讲的话 14500多点是不是现在本益比到14倍左右 我说最多到15倍 15789这是一个合理的位置 所以我之前跟各位报告投资没有 15000点是 台股长线合理的位置 就是长线说到明年啦 整个年 是一个合理的位置的 你说这里要再往上攻 讲实话很难啦 真的很难 但是他现在来讲 因为遇到12月作战行情嘛 然后一月农历嘛 什么什么作战 远跃行情一大堆 所以这里来讲很多人也不甘愿 这里说马上给他掉下去了 所以就变成说类股轮动 今天轮到什么 今天轮到货柜啊 对不对 今天轮到货柜啦 今天货柜爆量爆了这么大 那等一下会跟你看啊 你觉得货柜会不会涨啊 对不对 你说还是 残花一现啊 等下会跟你讲我的看法 所以说这里来讲的话 你如果说明年来 资金拉到5.5 维持整年的话 那最差的状况又在发生什么 美国开始又衰退对不对 这个不好 那个不好 所以说如果衰掉11倍的话 你看破1万2了 11579 好 11579 所以我觉得这个机会来讲是有的哦 同学们好是有的哦 因为你去想哦 我们台湾的整个上市上位营收是大概从6月份才开始崩下来 对不对 才开始崩下来的哦 在1月的时候股票高点的时候 根本就不晓得会发生这种事情啊 6月才很多营收 你说以货柜来讲是从10月才开始崩下来的 10月10月 之前的和营收好了跟什么一样啊 所以很多的营收来讲都是最最快的都是从6月 你看年有 是不是从6月开始才开始崩下来的 但是股价都跌大一大波了嘛 对不对 好那你说以目前来讲 以紧急衰退了 一到两年 你至少明年到明年6月份来讲是最基本的额度而已 是最基本的额度 所以这里来讲的话 以到农历年之前 你要做多可以 但是你要会选股票 你不要选那高高的 不要选那个整个技术面突破的你还去买 我跟你讲你到这样就这样 你倒霉一点 每次就做到这种雄师的这种的 好那最主要是他没有基本 没有看到主力他怎么玩你而已啊 你买这种股票我不能说你错了 那你那也是涨一波上去啊 对不对 但是你千万不要 抢到 最后一半那你就倒霉 好那你就倒霉 所以说台北股市以目前来讲呢 绝对是在相对高点的位置 你一定要记住这一点 一定是在相对高点的位置 好那这里来讲的话 你说要怎么跌 当然美国股市很重要的嘛 尤其道雄连线 如果真的守不住的话 美国股市连线 如果道雄守不住的话 我想台北股市 半年线我看也守不住 那半年线守不住 一定是往季线靠的啊 你看年华科 我说昨天跟你讲年华科 我说 二四五四 我们看一下 有没有 你看回到半年线啊 你看这一波年华科 你看够多了吧 但是那半年线也没有破 那半年线跟季线都在 就这里来讲一定有个支撑啊 不会一下子跌下来 然后外资总体那个 中立的平等我跟各位报告过了 好跟各位报告过 那好我们现在来 大盘跟各位讲了嘛 就一万两千点 明年发生到一万二的几率是有的 30% 那这里来讲 以目前大盘啊 我觉得涨不上去了啦 已经涨不上 到一月十七 十七号我们封关前 大概就能混啊 混啊 大概这个位置混而已 那这股 类股都轮得很动很快哦 今天轮到 我们看今天轮到什么 今天轮到 今天你看想不到的 你看长荣 都报大量哦 你看今天的报大量哦 你看长荣 今天他报大量哦 你看量能来讲的话 报了八万多张的量哦 报了八万多张的量哦 他夸张的是阳明 你看阳明报了十六万张的量 你看要看 你看 你看八万多十八万 你吃都流上一线 对不对 流上一线 对不对 流上一线 然后旺海 盘充长停板啊 对 这进入上还是旺海涨啊 还是最强旺海啊 你看哦 你看旺海是最漂亮的 你看量 然后上一线 短短长了8%左右 你看这个量能 已经供到什么时候的量能了 你看看这个量能 对不对 已经来到这个量能了 你看到没有 这边的量能全部吃下来 所以从技术面来讲 那望远是最漂亮的 我们不要讲基本面 基本面 我们等一下再讲一些基本面 所以说你看到这三支个股 你假设你现在手中都没有的 你要买望海第一个选择 从技术面看的话 对不对 让望海涨不上去 所以阳明长龙绝对涨不上去 所以这一波的领头阳 不是阳明跟长龙 一定是望海 你从今天的现行又看 好那一般股票来讲的话 这种股票已经是很漂亮的 对不对 你看这一波 有没有涨都没涨啊 你看他今天来讲 也到九月的位置而已啊 大盘涨了两千点了 他也都没什么涨到啊 对不对 你看望海这边要死不活了 对不对 那你说以基本面来看 我们看在基本面 看基本面 有两个版本 两个版本讲词 这都是在10月份的时候估的 都在10月份的估的 两个版本 这是一大乐观版本 你看明年估66 二十四十块钱 好这是10月份估的啊 你看10月份到现在 又跌了两个多月了啦 啊这也是10月份估的啊 这个是保守版本啊 你看这个保守版本 你看他在 明年长龙8块5 后年2块8 呃 扬明明年0.6 后年户的3.9 望海明年就赔钱哦 哼 对没有 对没有 望海明年就5.27 户的5.27了哦 对不对 就5.27了哦 那所以说你从基本面看来讲 讲之后 以目前看啊 明年的殖利率来讲的话 当然扬明跟长龙一定会比望还好 但是现在你如果说你要操作货柜啊 你要操作 假设你想买货柜的话 不要想那么多 就从技术面看就好了 好你不要去想那么 这三两个股 好你不要去管 当然你有的你不需要卖在这里啊 我讲来听听 我说你如果没有想买的 想买的 你想要去冲 因为第一个 这从技术面来讲的话呢 其实你说这个跟熊市有什么差别 2710 我说从技术面来讲 2731啦 2731 你看熊市涨了这一波上去 然后再要冲过高 报大量 所以你注意看这种熊市这种现行 你看哦 哇你看过高哎 多漂亮啊 大家想说哇过高 以前来讲你跟讲技术派的人 哇你看景仙的位置 一个两个三个四个 今天昨天来讲过高哎 今天一开盘一开高 一定有人去抢的啦 就技术派来讲 你看这个现行多漂亮 哇整理了这么久的时间 对不对 结果呢今天全部倒给你又回来了 这是为什么没有基本面啊 讲难听一点 那有什么基本面 你说现在让你出国他还能赚到最多就是五块钱 五块钱涨到一百零几块了 你看一百一十几块了 本一笔都二十几倍了 旅行这种东西 有毛利率低到什么样子 他能够赚多少钱我才不相信 对不对 但是股价就是会炒 你怎么办 你看他股价可以这样跌 然后会这样涨 所以这都是在主力手上啊 对不对 那你回来回来看阳 你看看阳光你看看 你看看 你看他这都涨吗 没有涨吗 所以他是标准的底部爆大量而且还红K 这种股票啊 我讲难听一点 如果他真的涨不上去的话 你也认了 怎么认 这一根红K一半就砍掉就好了 讲难听一点 你明天礼拜绝对可以追 但今天晚上来讲SCAI 如果涨的话 我跟你讲 那涨势一定会更确立 也许今天的涨就在告诉你 现在可能三点多应该还是还没公布 就是告诉你说今天来讲SCAI 因为今天你就注意到一个讯息 世界卫生组织已经把新冠疫情 新冠的新冠会员来讲 已经明年要从紧急 什么反正就是那什么紧急疾病 也要拿掉了 没有啦 你看台湾每天每天一万多 一万多也没人理他啦 反正都口罩戴戴 反正出去住家里备淋感冒药 发烧药 对不对 现在来讲大概就这样子的 你说得了新冠来讲 除了你真的很倒霉很倒霉的人 不然得了新冠来讲大概都是没事比较多啦 但是还是有人倒霉走人啦 当然就是看个人啦 但是现在来讲 世界卫生组织都把这个拿掉了 那请问中国大陆现在来讲 它其实已经渐进式的 看起来解封了嘛 我竟然公布了 好像说又有什么零什么多少渐进式的 我搞不清楚 但是明年 因为中国大陆已经给世界卫生组织 完全谈跟老共也是蛮好的 对不对 我都给你下台阶了 你就记得这顺着下就好啦 你看哦 我就跟着世界主持人走啊 世界卫生组织拿奖的时候 新冠来讲可以拿掉 没有啊 它现在还在列为一个法定疾病的传染疾病在里面啊 所以你说中国大陆现在的政府搞这样子事情 其实与法还是有趣的哦 对不对 但是世界卫生组织它只要一放 那你用放我就跟着放而已啊 对不对 我就正当心就好了 我就台阶下了 那中国大陆这样一放的话呢 那你说货柜怎么跌成这个样子 你说合理吗 我就觉得真的有点不合理啊 连跌二十四三周二十四周 那就跌成这样子 那跌的过程当中你看 旺海有跌有跌有破底吗 没有啊 他也在这边整理而已啊 对不对 在利空一直压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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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上个月你看这指数从9月一直跌 跌到现在 跌了几%?跌了六七十% 跌了快60% 但是你看这三只股票有在跌吗 你看长龙也是整理啊 对不对 他挂新 简直挂白从一百八十几 你看跌跌跌现在也是跌啊 对不对 但是他整体来讲是不是整理 是不是整理 要么也是整理 那接下来如果说有一点好消息的话呢 再加上今年赚那么多钱 再加上股价金值比这么低 再加上现金很多 你说炒一波 怎么不可能 只是说这些资金 至少人家今天资金已经出来了 所以这里来讲你没有的 你如果说以现在今天的状况来讲的话 你要买可以 但是你就买2615的旺海 因为旺海涨不上去 我跟讲长龙涯面涨不上去 也不用想说谁明年怎么基本 不要去看那些东西啦 不需要啦 反正大家一起烂啦 再难听一点啦 三只股票涨一起涨跌一起跌啦 不会说旺海涨 阳明长龙不会涨 但是领头阳这次不是长龙 这一次是旺海 今天看得非常清楚 如果这一波如果有涨的话 所以你要买就买旺海 那就技术面去做技术面的停损就好了 那你也不会是管它基本面 对不对 我听人家也听过人家的故事嘛 有人这样讲说 这一波大盘最后一波就是要炒 这个货柜 有没有炒货柜 最没有基本面的 最后一波上去就靠这些 有没有可能从今天的量 我们是有机会的哦 不是没有哦 你看都在低档哦 而且航运股真的涨起来的话 很可怕的哦 对不对 你说它有没有资格涨 我看股价静止比 就像2409的友达 你看这一波它在涨的过程中很多等 那时候外资看到多少钱 外资看到10块钱 对不对 那时候最低跌到13块 外资看到10块钱 11块12块 结果从外资看到最低点的时候 你看这一波孩子从这里 从12块涨到这里 对不对 涨到17 18块 涨到30% 对不对 这边又摔一次 然后那简直又涨上 那这里也没救了 对不对 你看今天爆弹量串心低 我说没救了 你没赚钱的工资 你要去北美投资 在投资什么 我搞不懂 你台湾的产能利用力 都已经五六趴 五六十趴而已 今年明年大概都赚 都赔2块8 2块9 对不对 你要期待在一个什么法定疾病出来 是不是 对不对 不然你要怎么赚钱 我讲难听一点 你要怎么赚钱 很多东西都被OLED替代掉了 连侧用的大家都要用OLED的呢 你现在TVTV LCD的电视那么便宜 它能够波动能够多大 对啊 一台五六十寸的电视 三万多块 四万多块台币啊 怎么赚钱 所以今天你看连勇 虽然今年也有算强哦 你看哦 但是外资还是看平等往下调啊 我觉得这种公司 GDL来讲 它当然有竞争力啦 但是以去东IC来讲的话 中国大陆来讲 都慢慢在替代起来 那优区在去中化 去中化 中国大陆厂商也在去台化 我想难听一点 我像京东方 对不对 华兴科 对不对 我为什么要跟你连勇拿 我自己的IC的 因为以目前来讲 中国一照的补贴下去来讲的话 我请问头这么一个问题 一照下去来讲的话 中国规定 你跟我本土的IC设计公司去拿 对不对 做去中IC的 虽然品质一定会比连勇差一点 对不对 就是IC设计 它投到中心去做好了 对不对 我给你补贴二十八三十八 我请问头是没有 那我请问你 你会 你做京东方 你会不会跟本主的拿 一定会的嘛 一定会的嘛 那你连勇 如果大陆这一块生意做不到的话 只能做友达 只能做群 只能做群创的话 你生意怎么办啊 垮啊 因为面板 TNTLCD的面板这一块 都在中国大陆 OLED也出给中国大陆比较多啊 OLED他也有出国出给三星嘛 但是你看他营收会少多少 所以这种去中化去台化去美化这种纠葛啊 你一定要特别留意一下美资的股票的方向啊 尤其是这种成熟制成的 像MCU啦 驱动IC 电源管理IC这一块 你不知道哪一家公司会被打到 你根本就不知道 根本就不知道 就像年华客一样 好不容易就突然就 就调降平等就给你下来了 就华为那个只是5G绕个路而已啊 人家就说这个不行了 危险了 从长线看确实是如此啊 但是你说马上就做了出来 不一定 但是那个发展性 或那个期待性 真的就没有了 因为联花科会上来 真的靠中国大陆市场 这也是事实啊 那如果说中国大陆的手机 他们这些人都靠自己在做的 我干嘛跟你联花科拿了 没有了 我就投片就好了 就看台积电要不要帮他做啊 投片不错的话 中国大陆都靠自己啊 所以他就去台化 我就不给台湾拿了嘛 我就拿自己的厂商就好 反正政府有补贴 我又有便宜 我干嘛跟你台湾拿 所以才能这样一贯 一连串下来的话 你说联电会不会受影响 你说世界现金会不会受影响 都会 那一串下来是很可怕的事情 我们都知道 中国大陆在做成熟製程 一直在买设备啊 那一兆 人民币是四兆台币砸下去 把这个半大陆在 因为你高阶制程 你也不会那么快 一定是往成熟製程去砸钱嘛 所以IC设计要承受制製程 就长线来讲引诱一定很大 如果中国大陆这一兆钱真的压下去的话 台湾会被它压垮 我跟你讲台湾一定会被压垮 你不要觉得不可能 我觉得这种长线的立场来讲 一定是有可能 所以说你现在来讲的话呢 讲说半导体 美国把我们真的把我们搞死了 讲难听一点 你用台积电器中美国弄了 然后中国大陆对抗也恨台湾啊 讲难听一点 我现在不能马上拿台湾或怎样的话 但是我至少 我在成熟製程这一块 我在IC这一块 我可以用钱去补贴 你看我们政府有什么补贴 没有啊 都靠你厂商啊 你说它金边法会怎么样 也是租税减免而已啊 它没像说补贴给你 你做一篇我补贴20%给你有吗 没有吧 对不对 都靠自己嘛 那你一个四兆台币 人家扎下去 跟你自己靠自己的 你接下来 你说中国大陆14亿人口 高阶学院出来的 你说IC设计人才 过几年来讲 人家补充一下怎么会没有呢 对不对 所以说这些比较成熟的这些 也不是说没有技术性 就是说这些什么MCU 这些驱动的 或是电源管理IC 我接下来真的看不到 真的真的未来来讲 真的要特别留意一下 如果景气好 大家还会混混一杯羹 如果景气不好怎么办 所以说台湾其实产业面来讲 很多人讲说台湾是什么 半导体啊 不败神山 我就这一波被美国搞死了 讲难听一点 真的被美国搞死了 你给他看啊 当然我们的半导体的事 实力还是很强 但是就股价的价值来讲的话 一定要特别留意一下 那个都已经在开始 就长线来讲 那个被已经有点在 沽台湾的这些公司来讲的话 你说小型公司真的不要去碰了 一些什么之前的 标的那些什么 浦城那些听都没听过的 一些小的IC设计公司 你一定要特别留意 尤其是做大陆生意做很多的 因为那些小的IC设计都是靠大陆 大陆如果真的去台化的话 对不对 美国去中化 我们跟人家在去中化 人家中国大陆在去台化 我一个不需要你了 讲难听一点 我一照下去的话 四照台币下去 我就扶植嘛 扶植起来以后呢 你就不用想要得到我大陆的班子 对不对 你就跟美国去去中化吧 那这些人怎么办 你说靠美国这个客人 这不可能的事情啊 我们台湾IC设计公司 其实你看林华柯一样 百分之五十都做大陆人的生意 讲难听一点都这样子 所以说这里来讲的话 我觉得IC设计公司 你这里来讲 能够先避开会相对好一点 这个除了景气外 还有一个产业结构的大问题 好 股市龙传欢迎投资者们 订阅按赞分享 开启小铃铛 影片上传会做提醒通知 另外如果说你有任何持股问题 我想加入会员 欢迎任意点选标题处 会看到新视窗 第一个网址 按进去会到我们股市龙传 入会期持股的见诊申请表 满马姓名电话哈马 还有持股名细写清楚 填完资料按提交 会员马上会跟你做联络 另外你可以利用我们影片 右下方的QR Code 手机扫描进入LINE的族群 做互动也是一个方式 那欢迎投资者们 订阅股市龙传这个节目单元 我们要盘前焦点盘后解析 一天两个节目 对台北股市做专业分析 那今天节目就到此结束 祝会尝试操作 顺利赚大钱 谢谢各位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